至于韩国媒体报道 韩国女艺人邱慕炫的经纪公司今天宣布 邱慕炫今天凌晨在首尔加医院 生下了一名健康的男婴 邱慕炫的经纪公司表示 邱慕炫和婴儿的健康状况都很良好 邱慕炫的丈夫于小光 在孩子出生时一直陪伴在邱慕炫的身边 一起迎接孩子诞生的瞬间 于小光通过经纪公司表示 希望孩子能够一直健康幸福地成长 成为有着像大海一样宽广转转的人 邱慕炫与小光在2016年11月结婚 两人一起出演的同床阴谋二 让他们在中韩两国都获得了很高的忍气 6月1日对于邱慕炫与小光喜得临儿 所属社BH方面发表了官方立场 以上为官方立场全文 大家好 这里是演员邱慕炫与小光的所属社BH 在直播好消息 父亲两人迎来了新的家人 6月1日周五凌晨 邱慕炫在首尔某医院诞下健康男孩 现在邱慕炫与孩子都很健康 正在进行稳定与恢复 尤其于小光在来往于中韩的日程中 也会搬在邱慕炫身边 共同度过宝宝诞生的瞬间 就像于小光说 希望孩子像大海一样成长